WTF 詞曲 曲 李宗盛 小天神 笨笨笛也何時自我悠悠 黃昏今晚霞 獨心無牽掛 太瀟灑 无闻世间 愁恨荡若长 江湖一句话 想得真心无法 一人风都偏偏逐流 像月光山中悠悠凉 万方吹潮 入海浪 来啊来啊 哭酒满杯 谁都不要过来倒 光阴高阁 双快唱 光阴高阴高阴 画下风流 花不消 不太意地笑 只在乎爱我怕 如果你是他 你会不会去找你的旧情人 和尚也有情人 他呀 报复心这么强 当然不是个和尚 你忘了 骆无情曾经说过 在他偷乾坤胜水的时候 有一个叫欧阳凌的女孩子喜欢过他吗 对了 真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爱情这回事还真没有什么身份的界限 不过明天他就要面对生死了 你会不会杀了他 我不知道 真是奇怪 独孤一郎三个后人的命运 不知不觉就跟我纠缠在一起 真不敢想象明天会怎么样 算了 不要提这一些了 对了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问吧 你还记不记得我那天不是在湖边装死吗 那后来你知道了 你不是很伤心还要死要活的 等等 我没有要死要活的吧 你有 没有 你有了 我没有 你有 好 我有 你说有就有 那又怎么样 那就是说 这是什么 难道你以为我会喜欢上你吗 那我告诉你好了 你千万不要爱上我 你要是真的爱上我的话 那就是悲剧收场 知道吗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会记得的 你为什么都不讲话 我 因为我想知道在外面的是不是店小二 要不要为什么站在那儿喝西北风不进来喝杯酒 薛总管 薛总管 你好 楚乐乡 听说明日你要和如晨一战是吗 看来薛总管已经去过少林寺了 不知你觉得在下胜算如何 不会输 也不会赢 因为我要把如晨交给官府 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开始江湖的事还要官府的人来管了 这也好 要是将来我跟薛一人再去未完一战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荣荣 你可要为我告上官府 请薛总管为我主持公道 这是当然的 到时候就麻烦薛总管您把你师傅送交官府查办 主流香 你不要再用家事来压我 我有自己处理事情的方法 好 如果薛总管你要插手明日之战的话 我也有我的处置方法 好 那我们就走着瞧 看来明天一战一定会发生很多事 要发生的就让它发生吧 我现在最有兴趣知道的是 如晨今天晚上会去会谁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他要去会旧情人 你说呢 我知道你不会失约 为什么不过来 恨我 也对 也许我一直接近你 是要利用你来帮我偷乾坤圣水 但是 这次我真的想要带你离开 过些逍遥快活的日子 还记不记得 我跟你说过 要跟你一起到泰山之巅看日出 这一天 终于来临了 为什么不说话 骂骂我也好 说句话 欧阳灵 欧阳灵 她已经死了 什么 这些是小灵的遗物 还有骨灰 你好好地保存 她怎么死呢 她怎么死呢 为了你而死 为了帮你拿乾坤圣水 被公主知道了 犯了公规的人 都应该死 圣水娘娘杀了她 也许 她怎么死了 她怎么死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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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施主 两位大师 这位是 这位是在下的一位朋友 姓苏 明荣 这位苏公子 倒好像是昨天那位姑娘 我知道你们少林寺寺龟 一向都不欢迎女人来这 不过如果是长得像女人的男兵 难道你们也不欢迎吗 要不要我脱下衣服给你们看看 佛弥陀佛 这位姑娘 楚施主 快到五十了 要是儒臣不来 楚施主可要承担责任 我说过他会来 他一定会来的 你要办的事都办完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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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世上 我已经了无牵挂 你呢 我本来就是快死的人 想牵挂也牵挂不来 好 楚刘湘 我看你应该已经知道乾坤圣水是我下的毒 所以我今天要是死在你手上 绝无怨言 我曾经待过西湖不会杀你 那你想要怎么处置我 放下屠刀吧 但是我已经不能够立地成佛了 而且今天你不杀我 我也一定要杀你 为什么 我在这个世上除了杀楚刘湘 没什么可以再做了 出小李飞刀吧 要不然你今天必死无疑 不 我答应过我师父 小李飞刀若重出江湖 其目的是要救人而不是杀人 况且 我目前的修为实在没有十足的把握 掌握这个天下志兄之气 难道你宁愿选择一死 生亦何欢 死亦何惧 抓起来 今天是功名决战 谁想要阻拦他们 要先问问我 在皇朝立法前 如臣乃杀人凶手犯下死罪 在武林规矩中 杀人者仍以杀之 所以今日一战 无论如臣是胜是败 都要受到法规制裁 百年古煞变成庸俗之地 大使我们是不是要异地再战 西庭遵便 追 是 自然之间 哪里 无论 未经许 是 有点 类伙 有点 有点 叻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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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没人骚扰我们了 这里环境不错 能够葬身此地也算如愿了 那是你葬身于此呢 还是我 你说呢 快点 好 朝鲜武术里也有这招 幻想世界果然是千奇百怪 幻想 虚则实之 实则虚之 你说这招是虚还是实呢 我的脚 大白无量 鬼孤神豪 小李飞刀果然力不虚发 我虽然出了小李飞刀 但是我用的不是我师父教我的心法 照理说你应该避得开 为何不避 因为我爱上你了 可以死在你手上 如臣果然是天下第一神僧 在这个生死关头 真还能够谈笑自语 你爱的应该不是我吧 是玄冰宫的欧阳林 是吗 他死了 因我而死的 但他没有死 他让你永远记住他 宋西湖也是一样 也死了 是我亲手杀的 我亲妹妹我杀的 不 他没有死 他还活在我的脑海中 他要做的事 要我来带他完成 他要借我的口来告诉你 他早就原谅你 你真够朋友 我们本来可以成为好朋友 答应我一件事 请说 帮我把欧阳林的骨灰还有遗物 既存在城西外室里的无上寺 我曾经答应 带他上泰山之巅看日出的 办不到了 你自己答应人家的事情 应该自己去做吧 求求你 好 你交代的事情我一定办到 但是你也要答应我 到了那边 帮我好好照顾西湖 我罪孽太重了 留下一个全尸 等于捉弄我 一冲万年 倒不如 让我灰杯湮灭 潇洒上落 好 你交代的事情我一定办到 但是你要答应我 到了那边 好好替我照顾西湖 你还是好好照顾自己吧 我记得你身上的毒 还没解开 我是你朋友吗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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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归陈 土归土 一切的恩恩怨怨 就让他随风去吧 楚留乡 你不要再耍我 如果你不说出如晨的下落 我们官府和丐帮绝对不会放过你 如果你想试试看小李飞刀的威力 那你就去试试 这个就是如晨大师留下的 他说楚施主会过来把他拿走 多谢大师 阿弥陀佛 那个如晨好像知道自己一定会死似的 这什么 欧阳林的骨灰 我答应如晨把他带到泰山之巅去埋葬 难道那个如晨真的喜欢欧阳林 走吧 如晨是不是真的死了 你为什么不讲话 如果不把偷乾坤圣水的人带回玄冰宫的话 你身上的毒就解不开了 那就算了 算了 那怎么能算 我已经不想再去想这些问题了 我只想回去见见我的老朋友 我越来越觉得这个江湖不适合我 你就是江湖上人称无所不知的江湖流浪客对不对 是即是 不是即不适 那我就当你是吧 久仰久仰 在下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花蝴蝶胡铁花 那是相识还是不相识 今天或许相识 明天便不知了 这个你不会不认识了吧 你想知道什么 玄冰宫在哪里 远在天边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或许在云深雾之处 或许在 我跟你说 你别跟我说这种废话 我朋友只有三个月的命 我再问你一次 玄冰宫在哪里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是听江湖传闻 玄冰宫里没有男人 最近玄冰宫的男人都没有一个活着出来 记住 不是说几句废话就可以成高手 你早说我就不打你了 那个老臭臭也不知道走了什么没运 少林 峨梅 武当 你哪一派都能得罪 偏偏得罪了什么玄冰宫 想出去都找不到地方 大哥 你们干什么做法事 我家校园的结婚大起那天被狐仙抓去了 不会吧 狐仙 我看是狐狸精 真的是狐仙 会飞的 在附近一定有很多情人被抓去了 会飞 是不是这个样子 狐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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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没怕成这个样子吧 衬死了 什么狐仙 狐铁瓜大仙倒有一个在这里 傻瓜 大哥 门口挂着红灯笼应该是办喜事对吧 干嘛在这里烧明纸 到底是办喜事还是办丧事 当然是办喜事 我家少爷今天小登科 竟然有狐仙作祟 总在这边出没抓人 所以拜祭拜祭保佑上下平安 明知倒是狐仙作祟 不成情不就成了 可惜我家老爷病重 不重重喜 恐怕过不了中秋了 真有这么厉害的狐仙吗 反正我也闷得慌 就让我小花的会会你 兄弟 你是 我是女方的 这位是 你是 我是新娘子的表哥 我是新娘子的表哥 我是新郎的表哥 实景实景 九雅 这边请 来 请 里面请 表哥 好久不见 走 里面请 这位是 恭喜 谢谢 隔下 隔下面身的很 我是新郎的表兄 未敢请教 你是新郎的表哥 我是新娘的表弟 是吧 不会吧 新娘今天才十八 我今天才十七岁 我说是要干杯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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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恭喜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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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兄台是 他是新郎的表哥 来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新郎跟新娘 原来是表亲 吃菜 新郎新娘到 胡仙 胡仙 胡仙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秦宫 大家不用怕 抓胡仙是我小花的拿手好戏 不要抓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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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抓过你 要不要 我给您磋头 没有白施头 我给您磋头 等一下 好好 噓 谢谢 镇上几家拜堂成亲的新人 以照你的吩咐请来了 你们因为深爱对方才结为夫妻的吗 是啊 我爱她 我真的爱她 我爱她爱得要死 如果我说夫妻俩我只能放走一个 首先抛弃对方的就可以拿走这些银子离开这里 另外一个就一定要死 声音怎么这么熟 玄冰可不满意 我先拿她 我不想死 求求你让给我 我也不想死 不要考 再考 杀了你 夫妻本是同龄庙 罢难临头各自非 就是丢人 什么人 等一等 我到这儿来就是要打听玄冰宫的消息 干嘛看到玄冰宫的人就走 小花 你有没有告诉我 你是谁 是我 小花 胡铁花 胡铁花 本来我只打算吃饱了出来逛一逛 想不到让我看见一个美女鬼鬼睡睡偷番薯 装胡鞋吓人 真巧 楚刘湘好吗 她还没有死 通宁的侯福 她能吃能喝能睡能跑 人是那么的风流可爱 是吗 楚刘湘有没有心上人 她当然有了 你干嘛问这个 去问问她 这条命还要不要 这我可以回答你 要吗 如果想要的话 叫她去桃花城外的桃花庵 找蚕尸太 到时候她会带她去全冰宫 不过有个条件 你说 带她最心爱的女人去 为什么 到时候自然知道 这下麻烦大了 老丑龙这么多个妞儿带谁去和呢 要楚大哥带最心爱的人去玄冰宫 真是奇怪 不只是奇怪 还有些难度 我回来的时候就一直在想 到底谁才是这个老丑龙的至爱 江湖上的人不是都说楚相帅风流吗 要找个他心爱的女人也不会很难 热死了 我要出去凉快一下 真的很热吗 我倒觉得有点冷 还有点酸 怎么样 老丑龙 你到底打算带谁去玄冰宫 我根本就不想去 不会吧 这是你唯一的机会 对 胡大哥说的对 楚大哥 首先 我们根本不知道封南宴的目的是什么 冒冒然前去的话 危险性相当的高 你向来都不怕危险 玄冰宫的独门武功 百年前就已经明镇江湖了 就算我不怕他 我也会怕跟我同趣之人的安全 再说 跟我同趣之人如果真的是我所爱的话 你们想 我会让他冒这个险吗 在这儿有洪秀亭陪伴我 还有你这只讨厌的花蝴蝶陪我喝酒 就算死我也心满意足了 但是 不要再说了 我心已定 老抽中 胡大哥 胡大哥 花蝴蝶 你要飞到哪里去 胡大哥 胡大哥 花蝴蝶 你要飞到哪里去 我在这里 大家都正在心烦 你在这里摆什么架子 我不是摆架子 我本来就是这么帅 我正在想 如果没了老抽中我会怎么办 我从小就跟他在一起 一起吃饭 一起洗澡 一起玩 一起上厕所 如果没了他 有谁能骂了我又不翻脸 如果没了他 我失落的时候谁来陪我喝酒呢 老抽中如果你死了我该怎么办 你不要说这个不吉利的话好不好 我们来找你 就是要跟你商量楚大哥的事 你们俩爱不爱楚大哥 我们当然很爱楚大哥 如果让我们用我们的命去换他的命 我们眉头也不会皱一下 不过 这是兄妹之情 跟男女之爱是有点分别 对 即使我们爱楚大哥 楚大哥也不会爱我们 老抽抽 你真是可怜 你移民草势 你真可怜 你可怜 花虎姐 你不要哭了好不好 我拜托你了 要是大姐还在世 那该有多好 对了 你们俩觉得苏蓉蓉和楚大哥怎么样 在我觉得 那个泼妇 他真的想一口把老抽中给吃掉 不过他嘴硬不肯说罢了 至于老抽中 他为人虽然是懒了点 但是他永远不会骗女人去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 况且我们也不知道楚大哥对苏蓉蓉怎么样 我想 苏蓉蓉在楚大哥心里的位置当然比不上大姐 但是肯定也不轻 我记得上次在济南城 苏蓉蓉装死骗楚大哥 楚大哥他就伤心的要死 真的 嗯 不对 就算坏了我们任何一个人有事 老抽中他一样会哭的是眼泪鼻涕什么口水全都流出来的 可我觉得就是有些不同 会不会 他们其实有感觉 但是藏在心里 最后还不是悲剧收场 不许说不吉利的话 我有办法 你又有什么鬼主意 我要那个婆婆亲自对老抽中他说 我爱你 看个老抽中有什么反应 来 来 就是这里 来 这边坐 得坐 我们千山渡上什么美酒都有 为什么要大老远跑到这儿来喝酒 当然是有原因的 你别小看这个地方 这里的竹叶青可是远近成名 真的吗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一听说过就不用我带你来了 是吧 小二 你进我也进 来一斤竹叶青 半斤牛肉 没有竹叶青 没有竹叶青 小店没有竹叶青 可能是我记错了 那来一斤上等茅台好了 我们没有上等的 是下等的 不好喝烧坏了喉咙 可不要怪我 还是回去喝吧 既来之则安之 下等茅台也行 胡铁花 你脑子里打的什么鬼主意 快点说出来 没有 我是想跟你谈谈感情的问题 有关于我感情的事情就免谈了 我是说我的 你的 是 实不相瞒 我正在谈恋爱 这件事情就说来话长了 我慢慢说给你听 事情是这样的 我最近突然发觉我在不知不觉当中爱上了一个人 是谁 你猜 不说就算了 我走了 这不好吧 究竟是谁 是红秀 不会吧 怎么一个人喝闷酒啊 睡不着嘛 又没事做只好喝点酒咯 在想楚大哥的事情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其实呢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 是关于什么的 当然是关于你和楚大哥的事咯 我跟他 是啊 是关于你和他 荣荣 荣荣 其实你觉得楚大哥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只有三个字可以形容他 惹人厌 他是我长到这么大 第一个看到就想打的人 第一个看到就想打的人 真的吗 哎呀 能在苏蓉蓉的心里有这么重要的位置 楚大哥就是死了也会觉得很自豪 去去去去去去 哎 对了 楚臭虫 他想到带谁去玄冰宫了没有啊 这就是我们最担心的事情了 楚大哥他自己好像一点都不在意 去 他有这么多美女在身边 怎么可能选不到 楚大哥看上去风流 其实他这个人呢 用情非常深 再说 在他身边真正称得上知己的人又不多 更何况 就算他心里有人选也不会说出来 为什么 他怎么舍得让自己心爱的人去冒险呢 你这样讲也对 他一向就是个脱泥淡水的人 可是也许那个女孩子不介意呢 那你呢 如果楚大哥要你同行的话 你介不介意啊 爱情 原来是在不知不觉之间萌芽出来 你要他来的时候他偏偏不来 你不要他来的时候呢 他就静悄悄的在你身边出现 就好像 好像 好像一个顽皮的孩子那样蹦蹦跳跳 你想抓他呢 你抓不住他 他又非常的可爱 又可爱的你 很想捏他的小脸蛋 很想打他的小屁股 因为你想打红秀的小屁股 所以你爱上他 不错 不是 当然不是这样子的 我是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爱上红秀 那么 但是我就是爱上了他怎么办 老猪童 你明目明白那种感觉 明白 我现在也有相同的感觉 真的 那你爱上了谁 你告诉我 我一定助你一臂之力 好 我想这世上也只有你能够帮助我 那个人 各自跟我差不多 跟他朝夕相处的日子 虽然都是吵吵闹闹 但是我觉得非常快乐 开心的时候 他陪我喝酒 伤心的时候 他也陪我喝酒 还有他的笑容 看起来那么的爽了 好像一点烦恼都没有死的 让人一见就觉得心旷神移 怎么这么像我 不过我不知道他是谁 那个人你很熟 我最爱的 还有他很有个性的胡渣 胡渣 胡渣 像这样 嫁给我吧 老双双 你是不是有毛病 我们不可能 胡铁花 你在搞什么鬼 快说 不然的话 我跟你可要在这儿完婚了 成亲 那要不要动房 说不定 我可是说得到做得到的 信不信 快说 时间也差不多了 其实有话要跟你说的人不是我 你跟我来 当然建议了 他是我什么人 我干嘛要为了他去冒险 有人进来了 平安有危险 发生什么事了 有人姐姐 刚才楚达哥爬到船上来 寻冰宫的人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这要楚达哥毒发 打破他们 被他们抢走了 不行 我们快点去追 你们放开我了 我要出去 你干嘛 放开我好不好 放开我 一会儿就忠心感激我了 你到底想干嘛 放开我 还在后头 放开我 荣荣 放不住刘香 放开我了 放开我了 冷静一点 放开我 你要是再抓住我的话 不要怪我不客气 快点放手 放手了 你要是真的去玄冰宫的话 就证明你爱上楚达哥了 你胡说什么 我怎么会喜欢那个死臭虫 楚达哥到了旗县 还没有交出偷乾婚圣水的真凶 所以要受到惩罚 玄冰宫的人说了 除非楚达哥心爱的人 亲自到他们那里去 向他们求情 才能放过楚达哥 那如果去救楚达哥的人 不是他的爱人会怎么样 那就两个人都得死 玄冰宫的人武功那么高强 而且楚达哥又中了毒 我们可真的不能轻举妄动 但是这整件事都是他一个人做的 关我什么事 你也知道女人是如何蛮不讲理的 糟了 也不知道玄冰宫在哪里 不行 我一定要去 不行 为了楚达哥你不能去 你们干嘛老是抓着我 快放手 荣若 荣若 你不要太冲动 为什么不让我去 因为你不是楚达哥的爱人 对 因为你也不爱楚达哥 那我说什么 就咬到肚蹄了 放手了 谁说我不喜欢楚达哥 什么 我告诉你们我喜欢楚达哥 我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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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若 红秀跟蹄人跟你说笑的 不要介意 你们全部都在耍我 这根本是骗局 荣若 不关楚达哥的事 是我们的主意 是啊 是耍你也好 不是耍你也好 最重要的荣若没有撒谎 好了 老丑虫 终于找到合适的人选 陪你去悬兵宫了 坏蛋 你们一个个都是坏蛋 终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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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苏苏苏 苏苏苏 苏苏 苏大哥 你这个老臭臭还站在这里 你轻功那么好还不去追 有什么好追的 去追那个婆婆 去把苏苏苏追回来 我已经给她解药了 谁说我要跟苏苏去玄冰宫的 苏苏刚才不是有说 住口 她说什么是她的事情 难道 难道你就对她没有意思吗 这玄冰宫可不是酒馆 可以随便出入 再说 封南宴开出这样的条件 总是有她的用意 万一要是有危险 那怎么办 那我们总得试一试 不 可是时间已经剩下不多了 那就让我一个人死吧 到处都找不到你 原来你已经回来了 绒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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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都是我们不好 对不起 开个玩笑 干嘛那么小气 绒绒 你不要走 你们什么都不要再说 我已经决定了 初大哥 你说句话 你要去哪里 去桃花城 桃花城 我说的谎话 连你们这边每个人都骗得过了 当然骗得过玄冰宫的那些笨女人了 你说你喜欢楚流香 原来是撒谎 当然了 谁要喜欢那个楚臭虫的话 就是天下第一大笨蛋 苏绒 你 不要再多说了 你要不就跟我走 要不就留在千山渡等着独发先王吧 你还站在干什么 还不去收拾包子 我跟活友陪你一起去 平安留守千山渡 初大哥 不管蓉蓉说爱你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总算她也肯为你冒险 难道这样你还不领情 我 好 我知道了 流行的眼眸 太温柔 我是起火的雨都随着你云温 藏在烧尖尖躺胖胸口 一口口都是鱼头 忘了我的歌 忘了我 没有自由的自由 没有人等我 生命太痛痛太寂寞 也可以过得过得过得很快 也可以过得过得过得很快 流行的眼眸太温柔 我 我是起火的雨都随着你云温 我是起火的雨都随着你云温 藏在烧尖尖躺胖 一口口都是鱼头 字幕志愿者在身旁 菜单 我 想用